哈喽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王者荣耀里面的装备有很多 主要有法术装 物理装 防御装 不同的英雄出装方式也不一样 而玩家在选择装备的时候经常会看不起一些装备 那么这些装备都是哪几件呢 一起来看看 第一件 雪魔之怒 说起保命装备 很多人都会想到复活甲和明刀 这两件装备确实是很好的保命装 在团战中能够互相切换 但雪魔之怒同样是件优秀的装备 习惯了复活甲秒换明刀的玩家 不妨试试复活甲秒换雪魔之怒 雪魔更加适合坦克英雄出 因为他提供的护盾值是最大生命值的30% 坦克英雄出了才能拥有高额的护盾 第二件 雪石宝石 雪石宝石是名副其实的一块宝石 它不仅仅是一件辅助装 其他位置的英雄也能出 比如你玩射手 前期不断地被针对 0比5之后 经济已经远远落后了 这时你就可以选择出一件雪石宝石了 因为雪石宝石只要300金币 它可以给你加移速 经验和金币 而且三分钟过后 被动提供的金币就已经回本了 性价比极高 第三件 烛日之宫 烛日之宫是一件冷门装备 90%的玩家都不会选择这件装备 到了后期的时候 射手想找到合适的输出位置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你要提防着对面的刺客和战士 还要躲避法师的AOE技能 但出了烛日之宫之后 攻击距离和移动速度都会大幅提升 输出空间会大很多 像后一鲁班之机射手都可以考虑出 除了以上三件装备 各位小伙伴觉得还有哪些装备也被低估了吗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儿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 拜拜